大伯在找什么 大伯在找什么 不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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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看吧 大哥 大哥宽心 在我心里 你最适合家主之位 我知道 若没有哥哥你 我早不可能过上 自己想要的人生 中秋之后 我便要带着妻女出发 去半月城定居了 若大哥日后 被运经的琐事烦得紧 便来找我姐妹 如你我儿时一般 钓鱼下棋 畅谈去世 岂不快在呀 怎么会 大哥 不日我将携妻女 离开运经 再不过问家族琐事 往后苏氏一族的兴衰 还得烦大哥你操劳了 假的 假的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大哥 你前人说想要竹蚂蚱 我学会怎么编了 给你 别烦我 你 我真正在乎 你 我 你 你 你 我必须要证明 我本以为 他死了我会很开心 但现在 不必难过 这是苏启禀 四季的因果 好了 都结束了 是啊 都结束了 梅儿 你没事吧 母亲 父亲文昌 我抱了 梅儿 娘知道错误了 密室里的那些 娘都看到了 母亲 我好累 娘知道了 这些年你生苦了 都是梅儿的错 谢谢你这么帮我 苏梅 我答应过你 以这项链为信 等我成了大将军 一定会回来找你 要告诉我 我的心 是 我的心 我 父亲 赶快 我 他的心 都是 他 对视的可悲凉远 今日便以着项链为见证 苏美 你 愿不愿意 嫁给我 你不愿意啊 何景耀 你究竟喜欢的是苏美 还是喜欢小九 说你喜欢小九 我早已 我喜欢的是你 我喜欢小九 也喜欢苏美 只因都是你 我想 先别着急拒绝 认真考虑一下 我想 婚礼可以照常举行 好 你不问问是和谁举行吗 不问 苏大小姐 尚我如何 我便如何 你 还是问问吧 那 敢问苏大小姐 三日后的婚礼 是我和谁的 陪欲若星辰之间 最璀璨焦点 抵达人前 回忆 像海潮般涌动星球 心跳在 对视和可悲良远 茫茫人海中你在前方 迎着光 萤火的光芒 点亮希望 聚散黑夜的迷雾 一颗心不会再迷茫 你带我穿越 荆棘重重的世界 再不用藏地光的背面 别等了 你爹回不来了 你什么意思 苏启平已经畏罪自杀 今日便要登报声明了 爹爹被你们害了 本家 对 本家的人自会给我们撑腰 还在这儿做梦呢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姐妹俩的心思 你阿姐人钱装的人模苟样的 背地里却早已盘算着 要害死我爹回本家 抢回家城 你再敢说我阿姐一句 有的你受 你 来人 带走 是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苏鸽 你想干什么 当年你爹把我们打发到这个荒凉小城 艰难度日 今日 我们也送你一个好地方 好好感受感受一下我们曾经的境遇 不要 不要 放开我 苏鸽 不要当本家的人 放开我 你们可真够吵的 与你何干 多管先事 我 这 变脸比变天还快啊 父亲 我就要嫁给贺靖瑶了 他就是我当年救下的被活埋的那个小孩子 您可还记得 伯父 我定照顾好梅儿 四季 你看 它是 我的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酷 酷 够了 你怎么来了 你就这么喜欢我阿姐 是吧 你阿姐根本就不爱贺景瑶 她不过是想利用将军夫人的名头 拿回本该属于你们的产业 我有办法 让阿姐不嫁给贺景瑶 你愿意帮我 不是为了帮你 是为了帮我阿姐 阿姐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年 她早就该为自己活了 好 将军以前数月都不曾笑一次 如今却 爱情真是可怕呀 你还有事吗 我 我过来问问将军 将军您 您的婚约是跟二小姐下的 如果您娶了大小姐 那二小姐 岂不是被您毁了婚 你什么时候 关心起这个了 我 我听别人说 这个世家的这些大小姐们 一旦被毁婚 便会名誉受损 往后 就不好嫁给好人家了 你是在关心苏洛 我随后问问 我去看看兄弟们操练得怎么样了 阿姐 你当真要嫁给贺景瑶 我和母亲不想要什么荣华富贵 我们三个人在这半月城里安稳度着就很好啊 陆儿 半月城已不能久居 如今战火纷飞 唯有回到本家才有安身之地 那也不需要你嫁给贺景瑶来庇佑我们 如今各方势力剑拔弩张 时局顺息万变 风雨欲来 这二小姐神神秘密的 可是 非要让将军到这儿来 到底要搞什么名堂啊 贺家颇有势力 有她为我撑腰 我就可以与苏家本家抗衡 拿回本该属于父亲的产业 阿姐 你爱她吗 阿姐不说 是不爱 是否真是不爱 她的在本园之间 现在是否收到 啊 我来说 我都会有一额 你变得不慈了 我和你 他就乱拐了 他就乱拐了 你 他就乱了 你骂我吧 是我叫贺靖瑶来的 你就这般讨厌我嫁给他 我是不想让你为了所谓的理想生活 牺牲爱情和自由 阿姐 你生气了 洛儿 如果我不拿回运经本家的产业 就不能将半月城的城民安置别处 你我是可以用一张船票躲过去 那那些穷苦的城民又当如何 我 我只是想让阿姐嫁给自己真正所爱之人 所爱之人 爱遇于人 就如逆风直据 对于我不爱 才是一件好事 阿姐去哪儿 去道歉 心机女 好了 这件事情以后不要再提 将就为他做了那么多呀 他却只有算计和利用 将就不气 所以准备今日 先不跟他说话 要我看 这苏梅 就是贪慕运经的荣华富贵 她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 根本就不值得将军如此 何子修 她不是什么爱慕虚荣 自私自利之人 她是我未来的妻子 请你尊重她 可是我觉得吧 你觉得什么 这个世间有那么多人 他只算计我 为什么 因为将军对他言听计从啊 好骗啊 因为他只信任我 这便够了 将军 这个事咱能不能 还有 他 他 无事不懂爱 而是不敢爱 而令他不敢 则是我的问题 将军你 你没用吗 好了 先出去吧 等等 他若是来找我 叫门卫 不必来着 唯 士廷 怎么 不知如何同贺敬瑶道歉 你怎么知道 你现在在她心中 只不过是一个 贪慕虚荣的新妓女罢了 利用她的心意是我不对 若她生气也是应当的 既然做不成将军夫人 不如跟我走了 我们可以周游此方 去被爱看日出 去柳山看烟花 你不是最爱听钢琴曲吗 我们可以一起去西洋 听最好的乐队 卫世婷 谢谢 但 不要再拒绝我了好吗 好不好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说过 这世上之事 若想握在自己的手中 需要一切可用之人 行一切可行之事 总算没错吧 伤心一切可行之事 总算没错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